第九章夭课 这日傍晚令狐冲又在牙上宁目眺望 却见两个人行迅速异常的走上牙来 前面一人衣裙飘飘 是个女子 她见这二人轻身功夫好高 在微牙峭壁之间行走如履平地 宁目看时竟是师父和师娘 她大喜之下纵声高呼 师父师娘片刻之间 岳不群和岳夫人双双纵上牙来 岳夫人手中提着饭兰 一照华山派立来相传门规 弟子受罚在撕过牙上面壁撕过 同门师兄弟除了送饭 不得上牙与之交谈 即使受罚者的徒弟 也不得上牙叩见师父 拿着岳不群夫妇居然亲自上牙 令狐冲不胜之喜 墙上败倒抱住了岳不群的双腿 叫道 师父 师娘可想上我了 岳不群眉头微皱 他素知这个大弟子率性任情 不善律己 那正是修习华山派上城弃功的大忌 夫妇俩上牙之前早已问过病音 众弟子虽未名言 但从个人言语之中 已推测到此病是音乐凌山而起 带着叫女儿来细吻 听她言词吞吐闪烁 知道的更清楚了 这时眼见她真情流露 显然在丝过牙上住了半年 丝毫没有长进 心下颇为不易 哼了一声 岳夫人伸手将令狐冲扶起 见她容色憔悴 大飞往时 神采飞扬的形状 不禁心声怜惜 柔声道 冲了 你师父和我刚从关外回来 听到你生了一场大病 险下可大好了吧 令狐冲胸口一热 眼泪险些躲眶而出 说道 你全好了 师父 师娘两位老人家一路辛苦 你们今日刚回 雪便上来 上来看我说到这里 心情激动 说话哽咽 转过头去擦了擦眼泪 岳夫人从饭兰中取出一碗参汤 哦 这是关外野山人参熬的参汤 鱼身子大又不易 快喝了吧 令狐冲想起师父 师娘万里迢迢地从关外回来 携来的人参第一个便给自己服食 心下感激端起碗时右手微颤 竟将参汤泼了少许出来 岳夫人伸手过去 要将参汤接过来喂她 令狐冲忙大口将参汤喝完了 道 多谢师父 师娘岳不群身指过去 打住她的脉搏 只觉咸滑震素 以内功修为而论 笔之以前反而大大退步了 更是不快 淡淡的道 并是好了 过了片刻 又道 冲儿 你在撕过牙上这几个月 到底在干身吗 怎得内功非但没长进 反而后退了 令狐冲扶手道 是 师父师娘恕罪岳夫人微笑道 冲儿生了一场大病 线下还没全好 内力自然不如同前 难道你盼她越生病 功夫越强吗 岳不群摇了摇头 说道 我查考她的不是身子强弱 而是内力修为 这跟生不生病无关 本门弃功与别派不同 只需勤家休息 纵在睡梦中也能不断进步 何况 冲儿修炼本门弃功已于十年 若非身受外伤 便不该生病 总之 总之是 七情六欲 不善控制只顾岳夫人 知道丈夫所说不错 向令狐冲道 冲 你师父向来真真告诫 要你用功练弃炼剑 罚你在丝过牙上独修 其实也并非真的责罚 只怕你不受外事所扰 在这一年之内 不论气功和剑术都有突飞猛进 不料 不料 哎 令狐冲大事惶恐低头道 弟子知错了 今日起便当好好用功 越不群道 武林之中 便故日多 我和你师娘近年来四处奔波 眼见所福祸胎难以消解 来日必有大难 心下时事不安 他顿了一顿 又道 你是本门大弟子 我和你师娘对你期望甚阴 盼你他日能为我们分任兼具 光大华山一派 但你千谈于儿女私情 不求伤进 荒废无功 可令我们失望的很了 令狐冲见师父脸上忧色甚深 更是愧惧交集 当即拜扶余地 说道 弟子 弟子该死 辜负了师父 师娘的期望 岳不群伸手扶他起来 微笑道 你记已知错 那便是了 半月之后 再来考教你的剑法 说着转身变形 令狐冲叫道 师父 有一件事 想要禀告后洞石壁上图形 和那轻袍人之事 岳不群挥一挥手 下牙去了 岳夫人低声道 这半月中不需用功 熟悉剑法 此事与你将来一生大有关联 千万不可轻呼 令狐冲道 是师娘 又待在说石崖建招 和轻袍人之事 岳夫人笑着 向岳不群背影指了指 摇一摇手 转身下牙 快步追上了丈夫 令狐冲自存 千万不可轻呼 又为什么师娘要等师父先走 这才暗中叮嘱我 莫非 莫非 邓石想到了一件事 一颗心砰砰乱跳 双甲发烧 再也不敢细想下去 内心深处 浮上了一个指望 莫非师父 师娘知道 我是为小师妹生病 竟然肯将小师妹 许配给我 只是我必须好好用功 不论气功 剑术 都须能承受 师父的一波 师父不便名言 师娘倒是亲儿子一般 却暗中叮嘱我 否则的话 还有什么事 能与我将来一生大有关联 想到此处 邓石精神大振 提起剑来 将师父所受剑法中 最艰深的几套练了一遍 可是厚动石壁上的图形 已深一脑海 不论石道哪一招 心中自然而然的浮起了 种种破解之法 石道中途 迎剑不发 寻刺 厚动石壁上这些图形 这次没来得及 跟师父师娘说 半个月后 他二位再上牙来 戏关之后 必能解破我的 种种疑斗 岳夫人这番话 虽令他精神大振 可是这半个月中 休息气功 剑术 却无多大进步 整日里胡思乱想 师父师娘 如将小师妹 取配于我 不知他自己是否愿意 要是我真能和他 结为夫妇 不知他对林师弟 是否能够忘情 其实 林师弟不过出入师门 向他讨教剑法 平时陪他说话姐妹而已 两人又不是真有情意 怎记得我和小师妹一同长大 十余年来朝夕共处的情意 那日我险些被于沧海 一掌击毙 全蒙林师弟出言解救 这件事我可终身不能忘记 日后自当善待于他 他若遇危难 我纵然舍却性命 也当挺身相救 半个月黄眼击过 这日午后 岳不群夫妇又连妹上牙 同来的还有师带子 陆大友与岳灵山三人 令狐冲见到小师妹也一起上来 在口称师父 师娘之时 声音也发颤了 岳夫人见他精神健忘 气色比之半个月前大不相同 含笑点了点头 道 山儿 你替大师哥装饭 让他先吃的饱饱的 再来练剑岳灵山硬道 誓将饭篮提进食洞 放在大石上 取出碗筷 满满装了一碗白米饭 笑道 大师哥 请用饭吧 令狐冲道 多 多谢岳灵山笑道 怎么 你还在发冷发热 怎的说起话来 声音打颤 令狐冲道 没 没什么心道 倘若此后朝朝暮暮 我吃饭时 你能常在审判 这一生令狐冲 更无他求 这时哪里有心情吃饭 三八二拨 便将一碗饭吃完 岳灵山道 我再给你添饭令狐冲道 多谢 不用了 师父 师娘在外边等着走出洞来 只见岳不群夫妇并肩坐在石上 令狐冲走上前去 躬身行礼 想要说什么 却觉得什么话都说来不妥 陆大友向他眨了眨眼睛 脸上大有喜色 令狐冲心想 六十弟定是得到了讯息 在待我欢喜呢 岳不群的目光在他脸上转来转去 过了好一刻才到 跟明昨天从长安来 说到田伯光在长安做了好几件大案 令狐冲一证 到田伯光到了长安 干的多半不是好事了岳不群道 那还用说 他在长安城一夜之间连到七家大户 这也罢了 却在每家墙上写上九个大字 万里独行田伯光借用令狐冲啊的一声 怒道 长安城便在华山近旁 他留下这九个大字 明明是要咱们华山派的好看 师父咱们岳不群道 怎么令狐冲道 只是师父 师娘身份尊贵 不值得叫这恶贼来屋了宝剑 弟子功夫却还不够 不是这恶贼的对手 何况弟子是有罪之身 不能下牙去找这恶贼 却让他在华山脚下如此横行 当真可恼可恨岳不群道 倘若你真有把握诛了这恶贼 我自可准你下牙 将功赎罪 你将师娘所受那一招无双无对 宁氏一剑眼来瞧瞧 这半年之中 想来也已领略到了七八成 请师娘在家指点 为使便真的斗不过那姓田的恶贼令狐冲一正 心想 师娘这一剑可没传我啊 但已转念间 已然明白那日师娘誓言此剑 虽然没正式传我 但凭着我对本门功夫的造诣修为 自该明白剑招中的要指 师父估计我在这半年之中 琢磨休息 该当学得差不多了 他心中翻来覆去的说著 无双无对 凝视一剑 无双无对 宁视一剑 额头上不自禁渗出汗珠 他出上牙时 却是时时想着这一剑的精妙之处 也曾一再誓言 但自从剑到后洞石壁上的图形 法举华山派的任何剑招都能为人所破 那一招凝视一剑更败的惨不可言 子不免对这招剑法失了信心 一句话几次到了口边 却又说回 这一招并不管用 会给人家破去的 担当着师代子和陆大友之面 可不便指摘师娘这招十分自负的剑法 岳不群见他神色有益 说道 这一招你没练成吗 那也不打紧 这招剑法是我华山派武功的极意 你弃功火候卫族 原也练不到家 假以时日 自可慢慢补足岳夫人笑道 冲儿 还不扣谢师父 你师父搭运传你紫霞宫的心法了 令狐冲心中一领 道 是 多谢师父便要跪倒 岳不群伸手组助 笑道 紫霞宫是本门最高的弃功心法 我所以不加清传 倒不是有所灵犀 只因一练此功之后必须心无杂念 勇猛精进 中途不可有丝毫耽搁 否则于练武功者是有大害 往往会走火入魔 冲儿 我要先瞧瞧你近半年来功夫的静静如何 再决定师父传你这紫霞宫的口诀诗带子 陆大友 岳灵山三人听着大石阁江的紫霞宫的传授 脸上都露出了眼线之色 他三人军之紫霞宫威力极大 自来有华山九宫 第一紫霞的说法 他们虽知本门中武功之强 无人急得上令狐冲的巷 日后必是他承受十门一波 接掌华山派门户 但料不到师父这么快便将本门的第一神宫传他 陆大友道 打石阁用功的很 我每日送饭上来 见到他不是在打坐练气 便是勤练剑法岳灵山横了他一眼 偷偷半个鬼脸 心道 你这六猴当面撒谎 只是想帮大石阁岳夫人笑道 冲了 出剑罢 咱师徒三人去斗田伯光 临时抱佛脚 上阵磨枪 比布魔总要好些令狐冲祈祷 师娘 你说咱们三人去斗田伯光 岳夫人笑道 你明注向他挑战 我和你师父暗中帮你 不论是谁杀了他 都说是你杀的 免得武林同道 说我和你师父失了身份 岳灵山拍手 笑道 那好极了 极有爹爹妈妈暗中相帮 女儿也敢向他挑战 杀了后 说是女儿杀的 岂不是好 岳夫人笑道 你眼红了 想来简直现成便宜 是不是 你大是个出生若死 曾和田伯光这丝前后相斗数百招 深知对方的虚实 凭你这点功夫 哪里能够 再说你好好一个女孩儿家 连嘴里也别提这恶贼的名字 更不要说跟他见面动手了 突然间吃的一声响 一剑刺到了令狐冲胸口 他正对着女儿笑吟吟的说话 起之沙纳之间 已从腰间拔出长剑 直刺令狐冲的要害 令狐冲应变也是起诉 立即拔剑挡开 挡的一声响 双剑相交 令狐冲左足向后退了一步 岳夫人刷刷刷刷刷刷 连刺六剑 当当当当当当 响了六声 令狐冲一架开 岳夫人喝道 还招 剑法斗变 举剑直砍 快屁快削 却不是华山派的剑法 令狐冲当即明白 石娘是在施展田薄光的快刀 以便自己从中领悟到破解之法 诛杀强敌 眼见岳夫人出招越来越快 上一招与下一招之间 已无连接的踪迹可寻 岳灵山向父亲道 爹 妈这些招数 快是快得很了 只不过还是剑法 不是刀法 只怕田薄光的快刀 不会是这样子的 岳夫群唯唯一笑 道 田薄光武功了得 要用他的刀法出招 弹劾容易 你娘也不是真的模仿他刀法 只是将这个筷子 发挥的淋漓尽致 要除田薄光 要点不再如何破他刀法 而在设法克制他刀招的迅速 你瞧 好 有风来疑 他见令狐冲左肩微沉 左手剑掘血隐 右手一缩 跟住便是一招有风来疑 这一招用在此刻 实是恰到好处 心头一喜 便大声叫了出来 不料这一次刚出口 令狐冲这一剑 却刺得歪斜无力 不能穿破岳夫人的剑往而前 岳不群轻轻叹了口气 心道 这一招可使遭了岳夫人手下毫不留情 吃吃吃三剑 只逼得令狐冲手忙脚乱 岳不群见令狐冲出招慌张 不成章法 随手抵御之际 十招之中倒有两三招不是本门剑术 不由得脸色越来越难看 只是令狐冲的剑法虽然杂乱无章 却还是把岳夫人凌厉的攻势挡住了 他退到山壁之前 已无退路 渐渐展开反击 忽然间得个机会 使出一招苍松迎客 剑花点点 向岳夫人眉间并边滚动闪击 岳夫人当的一剑隔开 几碗剑花护身 他知这招苍松迎客 含有好几个厉害后驻 令狐冲对这招习练有素 虽然不会真的刺伤了自己 但也注视不亦抵挡 是以转弓为首 宁神以待 不料令狐冲长剑斜机 来势机缓 劲道又弱 竟绝无威胁之力 岳夫人赤刀 用心出招 你再胡思乱想身吗 胡胡胡连批三剑 眼见令狐冲跳跃避开 叫道 这招苍松迎客成什么样子 一场大兵 生的将剑法全都还给了师父 令狐冲道 是脸线溃色 还了两剑 时代子和陆大有剑师父的神色 越来越是不渝 心下均有追追之意 呼听的风声烈烈 岳夫人满场游走 一身青山化成了一片青莹 剑光闪烁 再也分不出剑招 令狐冲脑中却是混乱一片 种种念头 辞去逼来 我若使野马奔驰 对方有以棍横挡的精妙招法可破 我若使那招斜击 却非身受重伤不可 他没想到本门的一招剑法 不自禁的便立即想到石壁上 破解这一招的法门 先前他使有凤来仪和仓宗迎客都半途而废 没使得到架 便音响到了这两招的破法之故 心生俱异 自然而然的缩剑回首 岳夫人使出快剑 原是想引他用奈无双无对 凝视意剑来破敌剑弓 可是令狐冲随手拆解 非但心神不属 简直是一副胆战心惊 魂不附体的模样 他素质对土耳胆气极壮 自小便生就一副天不怕 地不怕的性格 幕下只等拆招 却是从所未见 不由的大事恼怒 叫道 还不使那一剑 令狐冲道 是 提剑直刺 运尽之法 初剑招式 宛然正便是岳夫人所创那招 无双无对 凝视意剑 岳夫人叫道 好 直到这一招灵力绝伦 不敢正应其风 血身闪开 回剑几条 令狐冲心中却是在想 这一招不成的 没有用 一败涂地突然间手腕矩阵 长剑凸手飞起 令狐冲大吃一惊 啊的一声 叫了出来 岳夫人随即挺剑直出 剑势如虹 痴之之声大作 正是他那一招无双无对 凝视意剑 此招之初 比之那日初创时 威力又大了许多 他自创成此招后 心下甚是得意 每日里潜心思索 如何发招更快 如何内境更强 悟求已即避重 敌人难以抵挡 他见令狐冲 使这一招自己的得意之作 出发时行貌甚似 剑制中途 实质竟然大意 当真是画虎不成反雷拳 将一招威力奇强的绝招 使得唯唯在在 拖泥带水 十足浓包模样 他一怒之下 便将这一招使了出来 他虽绝无伤害徒儿之意 但这一招威力实在太强 剑韧微道 剑力将令狐冲 全身笼罩住了 岳不群眼见令狐冲 已然无法闪避 无可挡架 更加难以反击 当日岳夫人长剑 俯出令狐冲之身 便以内力震断起剑 此刻这一剑的尽力 却尽数急于剑间 实事实的兴发 受手不住 暗叫一声 不好 忙从女儿身边抽出长剑 踏上一步 岳夫人的长剑 只要在向前递的半尺 她便要抢上初见挡戈 她师兄妹功夫相差不远 岳不群虽然烧胜 但岳夫人既占击仙 是否真能挡开 也是疏无把握 只盼令狐冲所受创伤 较轻而已 便在这电光石火的一瞬之间 令狐冲顺手摸到腰间剑鞘 身子一挨 沉腰协作 将剑鞘对准了岳夫人的来剑 这一招是 正是后动石壁徒刑中所会 使棍者将棍棒对准对方来剑 棍剑连成一线 双方内力相对 长剑飞断不可 令狐冲长剑被镇脱手 跟住便见师娘 示弱雷霆的弓将过来 她心中本已混乱至极 脑海中来来去去的 尽是石壁上的种种招数 岳夫人这一剑她无可抗欲 为了救命 自然而然的便使出石壁上那一招来 来剑剑一块 她拆解一锁 这中间十无片刻思索余地 又拿有余霞去找棍棒 随手摸到腰间剑鞘 便将剑鞘对准岳夫人长剑 连成一线 别说她随手摸到的是剑鞘 即令是一块泥巴 一根稻草 她也会使出这个姿势来 将之对准长剑 连成一线 此招一出 地上内进自然形成 却听得擦的一声响 岳夫人的长剑 直插入剑鞘之中 原来令狐冲惊慌之际 来不及倒转剑鞘 一握住剑鞘 便和来剑相对 不料对准来剑的 乃是剑鞘之口 没能阵断岳夫人的长剑 那剑却插入了鞘中 岳夫人大吃一惊 虎口居痛 长剑脱手 竟被令狐冲用剑鞘夺去 令狐冲这一招中 含了好几个后主 其实已然管不住自己 自然而然的剑鞘挺出 点向岳夫人咽喉 而指向他猴头要嗨的 正是岳夫人所使长剑的剑饼 岳不群又惊又怒 长剑挥出 击在令狐冲的剑鞘之上 这一下他驶伤了紫霞宫 令狐冲只觉全身一热 腾腾腾连退三步 一跤作刀 那剑鞘连层鞘中长剑 都断成了三四劫 吊在地下 便在此时 白光一闪 空中那柄长剑落江下来 插在土中 直墨至柄 诗带子 陆大友 岳灵山三人 只瞧得目尾之炫 进阶呆了 岳不群抢到令狐冲面前 伸出右掌 拍拍连胜 接连打了他两个耳光 怒声喝道 小畜生 干什么来着 令狐冲头晕脑胀 身子晃了晃 跪倒在地 道 师父 师娘 弟子该死 岳不群恼怒一击 喝道 这半年之中 你在撕过牙上 撕什么过 练什么功 令狐冲道 弟 弟子没 没练什么功 岳不群历声又问 你对付师娘这一招 却是如何胡思乱想而来的 令狐冲孽如道 弟子 弟子想也没想 眼见危急 随手 随手便使了出来 岳不群叹道 我料到你是想也没想 随手使出 正因如此 我才这等恼怒 你可知自己已经走上了邪路 眼见使会难以自拔 令狐冲扶手道 请师父指点岳夫人过了良久 这才心神凝定 只见令狐冲给丈夫击打之后 双甲高高肿起 全呈青子之色 脸习之情 油然而生 说道 你起来吧 这中间的关键所在 你本来不知转头向丈夫道 师哥 充儿自治太过聪明 这半年中不见到咱二人 自行练功 以致走上了邪路 如今迷途未远 及时纠正 也尚被晚岳不群点点头 向令狐冲道 起来令狐冲站起身来 瞧着地下断成了三姐的长剑和剑鞘 心头迷茫一片 不知何以师父和师娘都说 自己练功走上了邪路 岳不群向师袋子等人招了招手 道 你们都过来师袋子 陆大友 岳灵山三人齐声应道 是走到他身前 岳不群在石上坐下 缓缓的道 二十五年之前 本门功夫本来分为正邪 两徒令狐冲等都是大为奇怪 君想 华山派武功便是华山派武功 怎得又有正邪之分 怎么以前从来不曾听师父说起过 岳灵山道 爹爹 咱们所练的 当然都是正宗功夫了岳不群道 这个自然 难道明知是旁门左道功夫 还会去练 只不过左道的一支 却自认是正宗 说咱们一支才是左道 但日子一久 正邪自变 旁门左道的一支终于烟消云散 二十五年来 不复存在于这世上了岳灵山道 怪不得我从来没听见过 爹爹 这旁门左道的一支记忆消灭 那也不用理会了 岳不群道 你知道什么 所谓旁门左道 也并非真的邪魔外道 那还是本门功夫 只是练功的注重点不同 我传授你们功夫 最先教什么 说着眼光盯在令狐冲脸上 令狐冲道 最先传授运气的口诀 从练气功开始岳不群道 是啊 花山一派功夫 要点是在一个弃子 弃功一成 不论是拳脚也好 动刀剑也好 便都无往而不利 这是本门练功正途 可是本门前辈之中另有一派人物 却认为本门武功要点在剑 剑术一成 纵然内功平平 也能克敌制胜 政邪之间的分歧 主要编在于此 岳灵山道 爹爹 女儿有句话说 你可不能助脑岳不群道 什么话 岳灵山道 我想本门武功 气功固然要紧 剑术可也不能轻视 但是气功厉害 倘若剑术练不到家 也显不出本门功夫的威风 岳不群哼了一声 道 谁说剑术不要紧啊 要点在于主从不同 到底是气功为主 岳灵山道 最好是气功剑术 两者都是主岳不群怒道 但是这句话 便已经磨道 这呀 真的都有 所谓刚举目张 甚么是刚 甚么是目 五须分的清清楚楚 当年本门正邪之变 曾闹得天赋的翻 你这句话 如在三十年前说了出来 只怕过不了半天 便以伸手溢出了岳灵山 伸了伸舌头 道 说错一句话 便要叫人伸手溢出 哪有这么强凶霸道的 岳不群道 我在少年之时 本门气贱两宗之争 胜败未决 你这句话 如果在当时公然说了出来 气宗固然要杀你 剑宗也要杀你 你说气功与剑术 两者并重 不分宣制 气宗自然认为 你抬高了剑宗的身份 剑宗则说你混淆纲目 一般的大逆不到岳灵山道 谁对谁错 那有什么好争的 一家鄙视 岂不就是非力判 岳不群叹了口气 缓缓的到三十多年前 咱们气宗是少数 剑宗中的诗伯 诗书占了大多数 再者 剑宗功夫易于速成 剑效极快 大家都练十年 定是剑宗占上风 各练二十年 那是各善胜场 难分上下 要到二十年之后 练气宗功夫的 才渐渐的越来越强 到的三十年时 练剑宗功夫的 便再也不能忘气宗之向北了 然而要到二十余年之后 才真正分出高下 这二十余年中 双方争斗之列 可想而知 岳灵山道 到的后来 剑宗一直认错服输 是不是 岳不群摇头不语 过了半晌 才道 他们死鹰到底 始终不肯服输 虽然在玉女封上 大笔剑时 一败徒弟 却大多数 大多数横剑自尽 剑下不死的 则悄然归隐 再也不在武林中露面了 令狐冲 岳灵山等都啊了一声 轻轻惊呼 岳灵山道 大家是同门士兄弟 笔剑胜败 打什么剑 又何必如此看不开 岳不群道 武学要指的根本 那也不是师兄弟笔剑的小事 当年五岳剑派争夺盟主之位 说道人才之圣 武功之高 原以本派居首 只以本派内争激烈 欲女封上大笔剑 死了二十几位前辈高手 剑宗固然大败 弃宗的高手 却也损着不少 这才将盟主之席 给松山派夺了去 推寻祸首 时事由于 弃剑之争而起 令狐冲等都连连点头 岳不群道 本派不当武岳剑派的盟主 那也罢了 华山派威名受损 那也罢了 罪官重大的 是派中师兄弟内讧 自相残杀 同门师兄弟 本来亲如骨肉 结果你杀我 我杀你 残酷不堪 今日毁思当年 华山上人人自危的情景 物字心有余悸 说着眼光转向岳夫人 岳夫人脸上肌肉微微一动 想是回忆起 本派高手相互屠戮的往事 不自禁的害怕 岳不群缓缓解开衣衫 弹裸胸膛 岳灵山惊呼一声 哎 爹爹 你 你 只见他胸口横过一条 两尺来长的伤疤 自左肩斜身右胸 伤疤虽然愈合已久 仍作淡红之色 想见当年受伤极重 只怕差一点便送了性命 令狐冲和岳灵山 都是自幼伴着岳不群长大 但直到今日 才知他身上有这样一条伤疤 岳不群眼上一斤 扣上钮扣 说道 当日欲女风大比剑 我给本门师叔斩上了一剑 昏晕在地 他知道我已经死了 没在家理会 倘若他随手补上一剑 嘿嘿 岳灵山笑道 爹爹固然没有了 今日我岳灵山 更加不知道在哪里 岳不群笑了笑 脸色随即十分郑重 说道 这是本门的大机密 谁也不许泄露出去 蝶派人士 虽然都知华山派 在一日之间 伤舌了二十余位高手 但谁也不知真正的原因 我们只说是 错于瘟疫侵袭 绝不能将这件 遗修门户的大事 让旁人知晓 其中的前因后果 今日所以不得不告知你们 时因此事关涉太大 从而倘若严重 目前的道路走下去 不出三年 那便是见重于气的局面 时事危险万分 不但毁了你自己 毁了当年无数前辈 用性命换来的 本门正宗武学 连华山派也给你毁了 令狐冲只听的全身冷汗 俯首道 弟子犯了大错 请师父 师娘重重责罚 越不群愧然道 本来嘛 你原是无心直过 不知者不罪 但想当年建宗的诸位师伯 师叔们也都是存着一番好心 要已决定武学 光大本门 只不过一经误入歧途 献你寄身 到后来便难以自拔了 今日我若不给你当头棒喝 以你的资质性子 急易走上建宗那条超近路 求速成的邪徒令狐冲应道 是 岳夫人道 冲儿 你是才用剑鞘夺夺我长剑这一招 是怎声想出来的 令狐冲惭愧无地 道 弟子只求挡过师娘这灵力之极的一击 没想到 没想到 岳夫人道 这就是了 器宗与剑宗的高下 此刻你已必然明白 你这一招固然巧妙 但一碰到你师父的上乘弃功 再巧的招数也是无能为力 当年玉女封上大笔剑 剑宗的高手剑气千换 剑招万变 但你师祖凭着练得了自侠功 一诸圣巧 一静志动 敬拜剑宗的十余位高手 奠定本门正宗武学千载不拔的根基 今日师父的教诲 大家需得深思体会 本门功夫以气为体 以剑为用 气是主 剑为从 气是刚 剑是木 练气倘若不成 剑术再强 总归无用令狐冲 师带子 陆大友 岳灵山意气功身受教 岳不群道 冲儿 我本想今日传你紫霞宫的入门口诀 然后带你下山 去杀了田伯光的恶贼 这件事眼下可得搁一搁了 这两个月中 你好好休息 我以前传你的练气功夫 将那些旁门左道 古灵精怪的剑法尽数忘记 待我再想考核 瞧你师父真有禁意 说到这里 突然声色俱利的道 倘若你执迷不悟 继续走剑宗的邪路 嘿嘿 重则取你性命 轻则废去你全身武功 逐出门墙 那实在来苦苦哀求 却是晚了 可莫怪我事先没跟你说明白 令狐冲额头冷汗 沉沉而下 说道 是 弟子绝技不敢 岳不群转向女儿道 然而你和大友二人 也都是性级鬼 我教训你大师哥这番话 你二人也当记住了 陆大友道 是月灵山道 我和六师哥虽然性级 却没大师哥这般聪明 自己创不出剑招 爹爹尽可放心 岳不群哼了一声 道 自己创不出剑招 你和冲儿不是创了一套冲林剑法吗 令狐冲和月灵山都是满脸通红 令狐冲道 弟子胡闹岳灵山笑道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时我还小 什么也不懂 和大师哥闹着玩的 爹爹怎么也知道了呢 岳不群道 我门下弟子要自创剑法 自立门户 做掌门人的倘若蒙然不知 岂不糊涂月灵山拉着父亲袖子 笑道 爹爹 你还在取消人家 令狐冲见师父的语气神色之中 绝无丝毫说笑之意 不禁心中又是一礼 岳不群站起身来 说道 本门功夫练道深处 非花摘叶 巨能商人 旁人只到华山派已 见术见长 那未免小区咱们了 说着左手衣袖一卷 尽力道处 路大有腰间的长剑从窍中跃出 岳不群右手袖子跟住扶出 略上剑身 喀拉一声响 长剑断尾两劫 令狐冲等无不害然 岳夫人瞧住丈夫的眼光之中 尽是轻目敬佩之意 岳不群道 走吧 与夫人首先下牙 岳灵山 师带子跟随其后 令狐冲瞧着地下的两柄断剑 心中又惊又喜 寻思 原来本门武学如此厉害 任何一招剑法在师父手底下施展出来 又有谁能破解得了 又想 后洞石壁上刻了种种徒刑 著名五岳剑法的绝招尽数可破 但五岳剑派却得想大明至今 始终威然存于武林 原来各剑派都有上乘弃功为根基 剑招上倘若负以魂厚内力 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破去了 这道理本也寻常 只是我想的钻入了牛角尖 静而忽略了 其实同是一招有凤来仪 在临师帝剑下使出来 又或是在师父剑下使出来 岂能一概而论 石壁上使棍之人能破临师帝的有凤来仪 却破不了师父的有凤来仪 想通了这一截 数月来的烦恼一扫而空 虽然今日师父为一次下功相授 更没有出言将月灵山许配 他却绝无沮丧之意 反应对本门武功回复信心而大为心碑 只是想到这半月来痴心妄想 以为师父师娘要将女儿许配于己 补油的面红眼吃 暗自惭愧 次日傍晚 陆大友送饭上牙 说道 大师哥 师父 师娘今日一早上陕北去了 令狐冲 未敢差矣 道 上陕北 怎的不去长安 陆大友道 田伯光那斯在延安府又做了几件案子 原来这恶贼不在长安 令狐冲我了一声 心想师父 师能出马 田伯光定然扶住 内心深处 却不禁微有惋惜之感 觉得田伯光浩银探色 唯祸世间 自是死有余辜 但此人武功可也真高 与自己两度交手 磊落豪迈 也不是南尔汉的本色 只可惜专做坏事 成为武林中的公敌 此后两日之中 令狐冲练习气功 别说不再去看石壁上的图形 连心中每一击 也立即将那念头逐走 抵之唯恐不速 常想 幸好师父及时喝足 我才不置物入歧途 成为本门的罪人 当真危险之急 这日傍晚 吃过饭后 打坐了一个多更子 胡听的远远有人走上牙来 脚步迅捷 来任武功注射不低 他心中一领 这人不是本门中人 他上牙来干什么 莫非是那蒙面青袍人吗 忙奔入后洞 拾起一柄本门的长剑 悬在腰间 再回到前洞 片刻之间 那人已然上牙 大声道 令狐兄 故人来访 声音甚是熟悉 竟然便是万里独行 田伯光 令狐冲一惊 心想 师父 师娘正下山追杀你 你却如此大胆 上华山来干身吗 当即走到洞口 笑道 田兄远到过坊 当真一想不到 只见田伯光 肩头挑着副担子 放下担子 从两只侏罗中 各取出一只大坛子 笑道 听说令狐兄在华山顶上坐牢 嘴里一定淡出鸟来 小弟在长安折仙酒楼的地窖之中 取得两坛一百三十年的陈酒 来和令狐兄喝个痛快 令狐冲走近几步 月光下只见两只极大的酒坛之上 果然贴着折仙酒楼的金字红纸招牌 刀指和坛上碧姑均已十分陈就 薛飞进屋 忍不住一袭 笑道 将这一百斤酒 挑上华山绝顶 这份人情可大得很了 来来来 咱们便来喝酒 从洞中取出两只大碗 田伯光将坛上的泥分开了 一阵酒香直透出来 唇美绝伦 酒味沾唇 令狐冲 亦有熏熏之意 田伯光提起酒坛 到了一碗 道 你尝尝 怎么样 令狐冲举碗来 喝了一大口 大声赞道 真好酒也 将一碗酒喝干 大拇指一翘 道 天下名酒 事所含有 田伯光笑道 我曾听人言道 天下名酒 北为坟酒 南为烧酒 最好的坟酒 不在山西 而在长安 而长安纯酒 又以当年李太白 时时去喝的大醉的 折仙楼为敌 当今之事 除了这两大坛酒之外 再也没有第三坛了 令狐冲其道 难道折仙楼的地窖之中 便只剩下这两坛了 田伯光笑道 我取了这两坛酒后 见地窖中尚有二百余滩 先向长安城中的达官贵人 凡夫俗子 只需腰中有钱 便能上折仙楼去喝到这样的美酒 又如何能显得华山派令狐大侠的脚脚不群 与众不同 因此尚乒乒乓乓 稀里哗啦 地窖中酒香四溢 酒掌急腰令狐冲又是吃惊 又是好笑 田兄竟把二百余滩美酒都打了个稀巴烂 田伯光哈哈大笑 天下只此两坛 这分礼才有点贵重了 令狐冲道 多谢 多谢 又喝了一碗 说道 其实田兄将这两大坛酒 从长安城挑上华山 何等辛苦麻烦 别说是天下名酿 纵是两坛清水 令狐冲也见你的请田伯光竖起右手拇指 大声道 大丈夫好汉子 令狐冲问道 田兄如何称赞小弟 田伯光道 田某是个无恶不作的淫贼 曾将你砍得重伤 又在华山脚边犯案雷雷 华山派上下无不想杀之而后款 今日丹得酒来 令狐兄却坦然而淫 竟不怕酒中下了毒 也只有如此凶金的大丈夫 才配合着天下名酒令狐冲道 取消了 小弟与田兄交手两次 甚至田兄品行十分不断 但暗中害人之事却不屑为 再说你武功比我高出甚多 要取我性命 把刀相砍便是 有何难处 田伯光哈哈大笑 说道 令狐兄说得甚是 但你可知道这两大坛酒 却不是竟从长安挑上华山的 我挑了这一百斤美酒 到陕北去做了两件案子 游到陕东去做两件案子 这才上华山来令狐冲一惊 心道 却是为何 略一凝私 便已明白 道 原来田兄不断犯案 故意引开我师父 师娘 以便来见小弟 使的是个调虎离山之计 田兄如此不嫌烦拉 不知有何见叫田伯光笑道 令狐兄且请猜上一猜 令狐冲道 不猜 沉了一大碗酒 说道 田兄你来华山是客 荒山无误奉敬 计划献佛 你喝一碗天下第一杯酒 田伯光道 多谢将一碗酒喝干了 令狐冲陪了一碗 两人举着空碗一照 哈哈一笑 一起放下碗来 令狐冲突然右腿飞出 砰砰两声 将两大坛酒都踢入了深谷 喝了两酒 谷底才传上来两下闷响 田伯光惊道 令狐兄踢去酒坛 却为甚麽 令狐冲道 你我道不同不相为谋 田伯光 你做了多端 滥伤无故 武林之中 人人切齿 令狐冲敬你落落大方 不算是卑鄙为仔之徒 才跟你喝了三大碗酒 见面之一 至此而尽 别说两大坛美酒 便是将普天下的珍宝都堆在我面前 难道便能买的令狐冲做你朋友吗 刷了一声 拔出长剑 叫道 田伯光 在下今日在领教你快刀高超 田伯光却不拔刀 摇头微笑 说道 令狐兄 贵派剑术是极高的 只是你年纪还轻 火候未到 此刻要动刀动剑 毕竟还不是田某的对手 令狐冲略意沉吟 点了点头 道 此言不错 令狐冲十年之内 无法杀得了田兄当下拍的一声 将长剑还入了剑窍 田伯光哈哈太笑 道 时时误者为俊杰 令狐冲道 令狐冲不过是江湖上的无名小族 田兄不辞心老的来到华山 想来不是为了娶我井上人头 你我是敌非有 田兄有何所命 在下一盖不允田不光笑道 你还没听到我的说话 便先拒却了令狐冲道 正是 不论你叫我做什么事 我都绝不照办 可是我又打不过你 在下脚敌墨游 这刻讨了说着身形一晃 便转到了牙后 他知这人号称万里独行 脚下奇怪 他刀法固然了得 武林中胜过他的 毕竟也为数不少 但他十数年来做夺端 狭义到几次究极人手 大举为补 始终没能伤到他一根寒毛 便因他为人机警 轻功绝佳之故 是以令狐冲这一发足奔跑 历史使出全力 不料他转得快 田伯光比他更快 令狐冲只奔出树杖 便见田伯光一拦在面前 令狐冲立即转身 想要从前崖越落 只奔了十一步 田伯光有以追上 在他面前伸手一拦 哈哈大笑 令狐冲退了三步 叫道逃不了 只好打 我可要叫帮手了 田兄莫怪 田伯光笑道 尊师岳先生倘若到来 只好轮到田某 脚底莫油 可是岳先生 与岳夫人此刻 尚在闪动五百里外 来不及赶回相救 令狐兄的师弟 师妹与人数虽多 笑上牙来 却仍不是田某敌手 男的网自送了性命 女的 嘿嘿 嘿嘿 这几下嘿嘿之声 笑得大事不怀好意 令狐冲心中一惊 按道 思过崖离华山总堂甚远 我就算纵声大呼 师弟师妹们也无法听见 这人是出名的采花银贼 倘若小师妹给他见到 哎呦 好险 刚才我幸亏没能逃走 否则田伯光逼到华山总堂去找我 小师妹定然会给他撞见 小师妹这等花容月貌 落入了这万恶淫贼眼中 我可万死莫熟了眼珠一转 已打定了主意 眼下只有跟他赴眼 椭言时光 济难力敌 便当智取 只需拖到师父 师娘回山 那便平安无事了便道 好吧 令狐冲打是打你不过 逃又逃不掉 叫不到帮手 双手一摊 做个无可奈何之状 意思是说你要如何便如何 我只有听天由命了 田伯光笑道 令狐兄你千万别会错了意 直到田某要跟你为难 其实此事与你有大大的好处 将来你定会重重谢我 令狐冲摇手道 你恶事夺为 声名狼藉 不论这件事对我有多大好处 令狐冲洁身自爱 绝不跟你同流和污 田伯光笑道 田某是声名狼藉的采华大道 令狐兄却是武林中 第一正人君子月先生的得意弟子 自不能和我同流和污 只是既有今日 何必当初 令狐冲道 什么叫做既有今日 何必当初 田伯光笑道 在恒阳回燕楼头 令狐兄何田某 曾有同桌共饮之意 令狐冲道 令狐冲向来好酒如命 一起喝几杯酒 和足道在 田伯光道 在恒山群御院中 令狐兄何田某 曾有同院共嫖之哑 令狐冲呸的一声 道 其实令狐冲身受重伤 为人所救 站在群御院中养伤 怎说得上一个嫖子 田伯光笑道 可日便在那群御院中 令狐兄却和两位如花似玉的少女 曾有同辈共眠之乐 令狐冲心中一震 大声道 田伯光 你口中放干净些 令狐冲声明清白 那两位姑娘更是冰惊欲结 你这般口出乌言晦语 我也不客气了田伯光笑道 你今日对我不客气有什么用 你要维护华山的清白令明 当时对那两位姑娘就该客气尊重些 却为什么当住青城派 恒山派 恒山派众英雄之前 和这两个小姑娘大背同面 上下其手 无所不为 令狐冲大怒 呼的一声 一拳向她猛击过去 田伯光笑着闭过 说道 这件事你要赖也赖不掉了 当日你若不是在床上被中 对这两个小姑娘大肆轻薄 为什么她们今日会对你苦害相似 令狐冲心想 这人是个无耻之徒 甚么话也说得出口 跟她这般莫名其妙的缠下去 不知她将有多少难听的话说出来 那日在衡阳回燕楼头 她中了我的诡计 这是她声停的奇耻大辱 唯有一次色她之口当下不弄反笑 说道 我到田兄千里迢迢的到华山干什么来住 却原来是奉了你师父 以邻小尼姑之命 送两坛美酒给我 一报答我 带她收了这样一个乖徒弟 哈 哈 田伯光脸上一红 随即宁定 正色道 这两坛酒 是田某自己的一番心意 只是田某来到华山 刀却与一邻小师父有关 令狐冲笑道 师父便是师父 怎还有什么大师父 小师父之分 大丈夫一言即出 司马难追 难道你想不认账吗 宜林师妹是恒山派的名门高地 你拜上了这样一位师父 真是你的奏话 哈 田伯光大怒 手按刀柄便欲拔刀 但随即忍住 冷冷的道 令狐兄 你手上的功夫不行 嘴头的功夫道很厉害 令狐冲笑道 刀剑拳脚既不是田兄对手 只好在嘴头上找些便宜 田伯光道 嘴头上轻薄 田伯光甘拜下风 令狐兄 这边跟我走吧 令狐冲道 不去 杀了我也不去 田伯光道 你可知我要你到哪里去 令狐冲道 不知道 上天也好 入地也好 田伯光道那里 令狐冲总之是不去 田伯光缓缓摇头 道 我是来请令狐兄 去见一见 伊林小师傅 令狐冲大吃一惊 道 伊林师妹又落入 你这恶贼之手吗 你忤逆犯上 胆敢对自己师傅无礼 田伯光怒道 田某师尊 令有其人 已于多年之前归天 此后休得再将 伊林小师傅牵扯在一起 他神色奸合 又道 伊林小师傅日思夜想 便是牵挂着令狐兄 在下当你是朋友 从此不敢对他 再有半分是敬 这意见你倒可放心 咱们走吧 令狐冲道 不去 一千个不去 一万个不去 田伯光微微一笑 却不作声 令狐冲道 你一笑身吗 你武功胜过我 便想开硬弓 将我擒下山去吗 田伯光道 田某对令狐兄 并无敌 原不想得罪你 只是继承性而来 便不想败性而归 令狐冲道 田伯光 你刀法甚高 要杀我伤我 却是不难 可是令狐冲可杀不可辱 最多性命送在你手 要想请我下山 却是万万不能 田伯光侧头向他写 腻说道 我受人之托 请你去何 伊林小师傅一见 实无他意 你又何必判命 令狐冲道 我不愿做的事 别说是你便是师傅 师娘五月盟主 皇帝老子谁也 无法勉强 总之是不去 一万个不去 博光道 你既如此固执 田某只好得罪了 刷的一声拔刀在手 令狐冲怒道 你存着请我之信 早已得罪我了 这华山丝过牙 便是今日令狐冲 毕命之所说的一声 轻笑拔剑在手 田伯光退了一步 眉头微皱 说道令狐兄你我无怨无仇 何必性命相搏 咱们不妨再打一个赌 令狐冲心中一袭 要打赌呢 是再好也没有了 我倘若输了 还可抢辞夺理的抵赖 口中却道 打肾 莫赌 我赢了固然不去 输了也是不去 田伯光微笑道 华山泰的掌门大弟子 对田伯光的快 刀刀法怕得这等厉害 连三十招也不敢接 令狐冲怒 大 怕你身了 大不了给你一刀杀了 田伯光道 令狐兄非是我小觑了你 只怕我这块刀 你三十招也接不下 只需你挡得住我块刀 三十招田伯 拍拍屁股立即走路 再也不敢向你啰嗦 但若田伯侥幸在三十招内剩了你 你只好跟我下山 去和一邻小师傅会上一会 令狐冲心念电转将田伯 光的刀法向了一变暗存 自从和他两番相斗之后 将他刀法的种种的灵力杀住 早已想过无数便又曾 请教过师父师娘国 只求自保 难道连三十招也挡不 诸 贺道 好便接你三十招 刷得一剑向他 攻去 这一出手便是本门剑法的杀柱 有凤来一剑韧颤 动嗡嗡有声 瞪时将田伯光的上盘尽数笼罩在剑光 之下 田伯光赞道 好剑法 回刀隔开退了一步令 狐冲叫道 一招了 跟住一招苍松迎可 又攻了过去 田伯光又赞道 好剑法 直到这一招之中 暗藏的后柱甚多 不敢回刀向阁 斜身滑步闪了开去 这一下逼让 其实并非一招 但令狐冲喝道 两招 手下毫不停留 又攻了一招 他连攻五招田伯光 火格霍逼始终没有反击 令狐冲 却已数到了五 子 带着他第六招 长剑自下而上的反挑 田伯光大喝一声 举刀硬批刀剑 相撞令狐冲 手中长剑 瞪时缠了下去 田伯光喝道 第六招 第七招 第八招 第九招 第十招 口中数一招 手上砍一刀 连数五招 钢刀砍了五 下招数竟然并无变化 每一招都是当头 硬逼这几刀 一刀重死 一刀到了地 六刀再下来时 令狐冲 只觉全身 都为对方刀上尽力锁 邪 连气也喘不过来 奋力举剑 硬架争的一声巨像刀剑 相交手臂麻酸 长剑落下地来 田伯光又是一刀砍落 令狐冲双眼一闭 不再理会 田伯光哈哈一笑问道 第几招 令狐冲睁开 原来说道 你刀法固然比我高履历 那一剑也都远剩 与我令狐冲 不是你对手 田伯光笑道 这就走吧 令狐冲摇头道 不去 田伯光脸色一沉道 令狐兄田某敬 你是男子汉的 丈夫 言而有信 三十招 那令狐兄既然输了 怎么又来反悔 令狐冲道 我本来不信 你能在三十招 那剩我线下 是我输了课 是我并没说输招之后 便跟你去 我说过没有 田伯光 心想这句话 原是自己说的 令狐冲道 却没说过当下 将刀一白冷笑道 你姓名中有个狐 果然名副 其实你没说过便怎 呀 令狐冲道 是才在下输招 是输在力不如你 心中不服 待我休息片刻 咱们再比过田伯光道 好吧 要你输的口服心服 坐在时尚 双手令狐冲 寻死 这恶贼定要我随他下 山不知有何奸计 说什么去见 怡林师妹定非实情 他又不是怡林师妹的真徒弟 何况怡林师妹一见他便 吓得魂不附体 又怎会和他去打什么交道 只是我眼 吓给他缠上了 却如何脱身才是 想到是才 他向自己连砍着六刀 刀法平平 是道却是 沉猛无比 实不知该当如何拆解 突然间心念一动 那日荒山之夜 莫大先生丽莎大 松阳守费宾 恒山剑法灵动难测 以此对地 田伯光定然不属于他 后洞石壁之上刻的 有恒山剑法的忠重绝招 我去学 得三四十招便可和田伯光 盼上一盼了 又想 恒山剑法精妙无比 请课间 岂能学会终究是 我的胡子乱想 田伯光见他脸色 瞬息间忽愁忽喜忽 又闷闷不乐笑道 令狐兄破解 我这导法的诡计 可想出来了吗 令狐冲听他将诡计二字 说得特别响亮 响到要破你刀法又何必使用 诡计 你在这里罗里啰嗦吵闹 不堪令我心乱一烦 难以宁神思索 我要到山洞里好好想上一想 你可别来自扰田伯光笑道 你去苦苦思索便是 我不来朝你令狐冲听他 将苦苦二字又说的 特别响亮 滴滴骂了一声走进山洞 令狐冲点燃蜡烛 钻入后东径道 刻住恒山派剑法的 石壁前去观看 但见一路路剑法变换 无方若非亲眼所见 真不信是 兼有如此激变恒生的剑招心想 片刻之间要真的学 会慎命剑法 绝无可能 我只见几种最为稀奇古怪的 变化 即在心中出去跟他乱打乱斗 说不定可以攻他一个 措手不及当下边看边记 虽见每一招恒山派剑法军 唯敌方所破 但想田伯光 绝不知此种破法 此点不必 顾略 他一面记忆 一面手中笔划 学得二十余招变化后裔 花了大半个时辰 只听着田伯光的声音在洞外传来 令狐兄你再不出来 我可要冲进来了 令狐冲提剑月初叫道 好 我再接你三十招 田伯光笑道 这一次令狐兄若再败了 那便如何 令狐冲道 那也不是第一次败了 多败一次又带怎样 说这句话时 手中常见已如狂 封筑语班连工七招 这七招都是他从后东石壁上心学 来的果是极尽变幻之能事 田伯光没料到他华山派剑法中 有这样的变化道给他 闹了个手足无措连连到退道的 第十招上心下暗暗 惊奇呼啸一声挥导反击 他刀上是道雄魂令狐冲剑法中的变化 便不易施展 道的第十九招上 两人刀剑一交令狐冲长剑 又被震飞令狐冲越开凉 不叫道 田兄只是力大并非在刀法上剩我 这一次仍然输得不服 带我去再想三十招剑法出来 跟你重新较量田伯光笑道 令师此刻尚在五百里 外正在到处找寻田某的踪迹 十天半月之内未必能回华山 令狐兄施着推膛之际 只怕无用令狐冲道 要靠我 师父来收拾你那又算什么英雄好汉 我大病出狱 力气不足给你占了便宜 单比招数难道连你三十招 也挡不住 田伯光笑道 我可不上你这个当时刀法胜你 也好是屡历胜你 好输便是输赢 便是赢口舌上争胜又有何用 令狐冲道 好 你等住我是南尔汉大丈夫可别愈 想越怕就此逃走下山 令狐冲却不会来追赶于你 田伯光哈哈大笑退了两步坐在石上 令狐冲毁入后洞寻思 田伯光伤过泰山派的天松道 常斗过恒山派的仪林师妹适才 我又以恒山派剑法和 他相斗 但松山派的武功 他未必知晓寻到松山派剑法的图 行血了施鱼昭 新道恒山派的绝招刚才还有十来兆 没使我给他夹在松山 派剑法之中再突然十几招本门见招 说不定便能搞的 他头晕眼花 不等田伯光相呼便出动相斗 他见招或松山或 恒山中间又将华山派的几下绝招使了出来 田伯光连叫古怪古怪 但拆到22招时 终究还是将刀架在令狐冲井中逼得他弃剑认输令 狐冲道 第一次我只能接你五招动脑筋想了一会 便接的你十八招 再想一会已接的你二十一招 田兄你怕不怕 田伯光笑道 我怕深吗 令狐冲道 我不断钱心思 说 再想几次便能接的你三十招了 又多想几次便能反 败为胜了 那时我就算不杀你 你岂不是糟糕之急 田伯光道 田某浪荡江湖 生平所欲对手之中以令 狐兄最为聪明多智 只可惜武功和田某还差着一大截 就算你进步神速 要想在几个时辰之中便能胜过田 某 天下绝技没这个道理令狐冲道 令狐冲浪荡江湖 生平所欲对手之中 以田兄最为胆大妄为严贱的令 狐冲越战越强 居然并不逃走 难得难得 田兄少陪了我再进去 想想田伯光笑道 请便 令狐冲慢慢走入洞中 他嘴上跟田伯光胡说八道是 忽满不在乎 心中其实越来越担忧 这恶徒来到华山 绝技不存好心 他明知师父师娘正 在追杀他 又怎有闲情来跟我拆招比武 将我制住之 后 纵然不想杀我也该点了我的穴道 令我动弹不得去 何以一次又一次的放我 到底是何用意 料想田伯光来到华山 时有个恐怖之极的阴谋 但到底是什么阴谋 却全无端倪可寻寻死 倘若是 要办住了我好 让旁人收拾我一众师弟师妹又何不 直接了当的杀我 那岂不干脆容易得多 思索半晌 一跃而起心想 今日之事看来我华山 派是遇上了极大的危难师父师娘 不在山上令狐冲 是本门执掌这副重 但是我一个人挑了 不管田伯光有何图谋 我须当竭尽心智和他缠斗的 敌只要有机可乘 便急一剑将他杀了心念已绝又 去观看石壁上的图形 这一次却知见最狠辣的杀猪有 心记忆 待得不出山洞 天色以明令狐冲 已存了杀人之念脸 尚却笑嘻嘻的说道 田兄你驾临华山 小弟没劲底 主之意时事万分过意不去 这场比武之后不论谁输谁赢小弟当 请田兄尝一尝 本山的土酿名产田伯光笑道 多谢了 令狐冲道 他日又在山下相逢 你我却是绝生死的叛斗 不能再如今日这般客客气气的 数招堵塞了田伯光 道 像令狐兄这般朋友杀了 实在可惜只是我弱不 杀你你武功进展神速 他日剑法比我为强之时 你却不肯饶我这采花大道了 令狐冲道 正是如今 日这般切磋武功时事机会 难得田兄小弟尽招了 请你多多指教田伯光笑道 不敢令狐兄请 令狐冲笑道 小弟越想越觉不是田兄的对手 一言未必挺剑 刺了过去 剑剑将到田伯光身前三尺 只处墨地里 斜向左侧猛然回刺田伯光 举刀挡戈 令狐冲不等剑锋碰到刀刃户的 从他下一条路上去 这一招阴狠毒辣伶俐之急 田伯光吃了一惊 纵身疾悦 令狐冲成事直径刷刷刷 三剑每一剑都是竭尽平生之力 攻向田伯光的要害 田伯光失了仙机 登处烈士挥刀 东挡西阁只听着 驰的一声响令狐冲 长剑从他右腿 直侧刺过 将他裤管刺穿一孔剑 是奇迹与他腿肉相去不及意 寸田伯光右手 砰的一拳将令狐冲 打了个筋斗怒道 你招招要取我性命 这是切脱武功的答法吗 令狐冲越起身来笑道 反正不论我如何尽力示威 终究伤不了田兄的一根寒帽 你左手拳的尽道 可真不小啊 田伯光笑道得罪 那令狐冲笑嘻嘻的走上前去说道 似乎一打 断了我两根肋骨越走越近 突然间剑交左手反 手刺出 这一剑当真是匪夷所思 却是横山派的一招杀着 田伯光大惊之下 剑尖离他小腹已不到数寸 歹忙中 一个打滚逼过令狐冲居高临下 连刺四剑只弓的田 博光狼狈不堪 眼见在弓树招 便可将他一剑定在地下 不料田伯光 突然飞起左足 踢在他手腕之上 跟住鸳鸯连环右足 又已踢出正中他小腹 令狐冲长剑脱手 向后仰跌出去 田伯光挺身越起扑 上前去将刀刃架在他咽喉之中 冷笑道 好狠辣的剑法 田某冲歇将性命送在你手 终这一次服了吗 令狐冲笑道 当然不服 咱们说好笔剑 你却练十拳 脚 又出拳又出腿 这招数如何算法 田伯光放开了刀 冷笑道 便是将拳脚合并计算 也没足三十只树令 狐冲站起身来 怒道 你在三十招内打败了 我算你武功高强那有 怎样 你要杀便杀何以持效于我 你要笑便笑却何以要 冷笑 田伯光退了一步说道 令狐冲责备的对势 田某错了一抱拳说道 田某这里诚意谢过 请令狐冲恕罪 令狐冲一正万没想到 他大胜之于反 肯赔罪当下抱拳还礼道 不敢 寻色 礼下 愚人必有所图 他对我如此敬重 不知有何用意 虎思不得所幸变 开门见山的香寻说道 田兄令狐冲心中有疑是不 明不知田兄是否肯直言相告 田伯光道 田伯光是无不可对人言 奸淫怒猎 杀人放火之事旁 人要隐瞒抵赖田伯光做 便做了何类之友 令狐冲道 如此说来田兄倒是个光明磊落的 好汉子田伯光道 好汉子三字 那是不敢当 总算的还是个 言行如一的真小人 令狐冲道 嘿嘿 江湖之上如田兄这等人物 倒也含有请问田 兄你身不远虑 将我师父远远引开 然后来到华山 一要我随你同去 到底要我到哪里去 有何图谋 田伯光道 田谋早 对令狐冲说过 是请你去和一林小师傅 见上一见一味 他相思之苦 令狐冲摇头道 此事太过怪诞离奇 令狐冲又非三岁小儿 岂能相信 田伯光怒道 田某竟你是英雄好汉 你却当我师下 三岸的无耻之徒 我说的话你如何不信 难道我口中说的不是人话 却是大方狗屁吗 田某若有虚言 连猪狗也不如 令狐冲见他说的十分 真诚实不由的不信不惊 打其问道 田兄拜那小事 父为师之事 只是一句细言 原荡不得真 却何以为了他千里迢迢 得来邀我下山 田伯光神色颇为尴尬道 其中当 然令有别情 听他这点微末本事 怎能做得我的师父 令狐冲心 念一栋暗存 莫非田伯光对一林师妹 动了真情一番 欲念静而化成了爱意吗 说道 田兄是否对一林小师太 一件清心心甘情愿的 听他指十 田伯光摇头道 你不要胡思乱想 哪有此事 令狐冲道 道 笔其中有何别情 还盼田兄建告 田伯光道 这事 田伯光倒霉至极的事 你何必苦苦追问 总而言之 田伯光要是请不动 你下山一个月之后便 会死得惨不堪言 令狐冲一经 脸上却不动声色道 天象哪有此事 田伯光屡起一山 谭裸胸膛 指着霜乳之下的凉 没钱大红殿说道 田伯光给人 在这里点了死穴 又下了剧毒 被迫来邀你去见那小师傅 倘若请你拨 到这两块红点 在一个月后便腐烂 化农逐渐蔓延从 此无药可治 终于全身都化为烂肉 要到三年六个月后 这才烂死他 神色严峻说道 令狐兄田某跟你识说 不是盼你垂帘 是要你知道 不管你如何坚决拒却 我是非请你去不可的 你当真不许 田伯光什么事都 做得出来 我平日已然无恶不作 在这生死关头更有什么顾忌 令狐冲寻死 看来此是非假 我只需设法能不随 他下山一个月后 他身上毒发 这个为祸世间的恶贼 便除去了 倒不需我亲手杀他 当下笑音音道 不知是哪一位高手 如此恶作举给田 凶出了这样一个难题 田兄身上所中的 却又不知是何种毒药 不管是如何 厉害的毒药 也总有解救的法门 田伯光气纷纷的道 典学下毒之人 那也不必提了 要截此死学其毒 除了下手之人 天下只怕唯有杀 人名一平一指一人 可是他又怎肯给我解救 令狐冲微笑道 田兄善 言相求或是以刀相破 他未必不肯解 田伯光道 你别尽说风凉话 总而言之 我真要是请你不动 田某固然活不成 你也难以平安大吉 令狐冲暴 这可自然 但田兄只需打得我口服心服 令狐冲念你如 此武功得来不易 随你下山走一趟 也未始不可 田兄稍待我 可又要进洞去 想想了他走进山洞心 想 那日我曾和他数度交手 未必每一次都拆不上三 十招怎的这一次反而退步了 说声了 也接不到他三十招 陈银片刻以得起礼 试了那日 我为了救一邻师妹 跟他性命相扑管他拆 得是三十招还是四十招 眼下我口中不断数住 一招两招 三招心中想着的指 是如何接满三十招 这般分心剑法上 自不免打打打 乐个折扣 令狐冲啊令狐冲 你怎如此糊涂 想明白了这一节 精神一阵又去钻研 石壁上的武功 这一次看的却是 泰山派剑法 泰山剑招 以厚重沉稳 剑长意识三刻 无论如何学补 到其精髓所在 而其规矩谨言的剑度 也非他性质所喜 看了一会 正要走开一片眼尖 剑道徒刑中一段枪破 解泰山剑法的招数 却十分轻易灵动 他越看越著迷不由的沉浸 其中忘了石刻以过之道 田伯光等的实在不耐烦 呼他出去两人 这才又动手 相斗 这一次令狐冲学得乖了 再也不去数招 一上手便剑 光霍霍向田伯光 急攻田伯光 见他剑招层出不穷美 进洞去思索一会 出了时便大有心意 却也不敢怠慢 两人一块大块 瞬息之间 已拆了不知若干招 突然间 田伯光踏进一步 伸手快如闪电 已扣住了令 狐冲的手腕扭转 他手臂将剑尖指向 他咽喉指须在 实力一送长剑 便在他猴头一船而过 贺道 你输了 令狐冲手腕齐痛 口中却道 是你输了 田伯光道 怎的是我输了 令狐冲道 这是第三十二招 田伯光道 三十 二招 令狐冲道 正是第三十二招 田伯光道 你 口中又没数令狐冲道 我口中不数 心中却数住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是第三十二招 歧视他心中 又何尝数了 三十二招 云云只是信口胡吹 田伯光放开 他手腕说 道 不对 你第一剑这么攻来 我便如此反击你如 此招架 我又这样砍出 那是第二招 他一刀一试 将视材相斗 这招是从头至尾的 副眼一变 数到伸手 抓到令狐冲的 手腕时 却指二十八招 令狐冲 见他寄心如此了得 两人拆招 这么快接他去 每一招 每一招 都记得清清楚楚 次序丝毫不乱时事 武林中罕见的奇才 不由的好生 佩服大拇指一翘说 道 田兄寄心惊人 原来是小弟数错了 我再去想过田 博光道 且慢 这山洞中 到底有什么古怪 我要进 去看看 洞里是不是藏的 有什么武学秘籍 为什么你进洞一 此出来后 便多了许多古怪招式 说着便走向山洞 令狐冲 吃了一惊心响 倘若给他见到石壁上的图形 乃可大大不妥 脸上却露出喜色 随即又将喜色隐去 假装出一副石 分担忧的神情 双手伸开 拦住说道 这洞中所藏 是必派武学秘本田兄 非我华山派弟子 可不能入内观看 田博光见他脸上 喜色一线 激引其后的优色 显得顺势 夸张多半是 假装出来的心念一动 他听到我要进 山洞去 为什么邓师 激喜东颜色 其后又假装忧愁 显示要掩饰内心真情 只盼我闯进 洞去 山洞之中 必有对我大大不利的误事 多半是什么技 观陷阱 或是他养训了的毒蛇怪兽 我可不上这个当 说道 原来洞内有贵派武学秘籍 田某道不便进去观 看了 令狐冲摇了摇头 显得颇为失望 伺候令狐冲进洞鼠 此又学了许多奇异招式 不但有五月剑派各派绝招 而破解武派剑法的种种怪招 已学了不少指示仓促之 既难以融会贯通 献炒献卖高明有限 始终无法挡 得住田伯光快刀的三十招 田伯光见他进洞去 思索一会出来后 便怪招分成精 才摆出虽无大用 克制不了自己 但招式之妙凭生 从所谓度时 令人叹为观止 心中固然越来越不解决 也急盼和他斗得越久越好 彼得多剑是一些匪夷所思的剑法 眼见天色过五天 博光又一次将令狐冲置住后 墨底响起 这一次他锁 十剑招 似乎大部分是松山派的 墨飞山洞之中 竟有五月剑 派的高手聚集 他每次进洞便有高手传 他若干招 是叫他出来和我相斗 哎呦 幸亏我没贸然闯进洞去 否则怎斗得过五月剑 派的一众高手 他心有所思随口问道 他们怎么不出来 李 狐冲道 谁不出来 田伯光道 洞中教你剑 法的那些前辈高手令狐冲 一正以名奇异哈 一笑 说道 这些前辈不 不愿与田兄动手 田伯光大怒 大声道 哼 这些人孤名钓鱼 自负清高不屑和我 淫贼田伯光过招 你叫他们出来 只消失担打独斗 他名气再大也未必 便是田伯光的对手 令狐冲摇摇头笑道 田兄倘若 有幸不妨进洞 向这十一位前辈领教领教 他们对田兄的刀法 眼下倒也颇为看重呢 他只田伯光在江湖上作恶夺端 树敌击中 平足形势向来十分的谨慎 小心他即才想 洞内有各派高手 那便说什么 也不会激得他闯进洞去 他不说十位高手 田偏说个十一位的机灵数字 更显得实有其事 果然田伯光哼了一声道 什么前辈高手 只怕毒 是些浪得虚名之徒 否则 怎得一而再再而三的传逆 种种招式 始终连田某的三十招 也挡不过 他自负轻 功了得 心想就算那十一个高手 一涌而出 我虽然斗不过逃 总逃得掉 何况既是五月剑派的前辈高手 他们自重身份绝部 会联手对付自己 令狐冲正色道 那是由于令狐冲 资质于鲁内力肤浅 学不到这些前辈武功的精药 田兄嘴里可得小心些 莫要惹怒了他们认识哪一位 前辈出手 田兄不等一月后 独发转眼便会在这思过 牙上伸手溢出了 田伯光道 你倒说说看洞中 到底是哪几位前辈 令狐冲神 色鬼秘道 这几位前辈归印已久 早已不欲闻万事 他们在这里聚集 更和田兄毫不相干 别说这几位老人家 名号不能外写 就是说了出来田 兄也不会知道 不说也罢 不说也罢 田伯光见他脸色 古怪显示在几方掩饰 说道 松山 泰山 恒山 恒山四派之中 或许还有些 武功不凡的前辈高人 可是贵派之中 却没什么起诉 留下来了 那是武林中 众所周知之事 令狐兄信口 开赫南令人 信令狐冲道 不错 华山派中 却无前辈高人留存 至今 当年 碧派不像为瘟疫 侵袭上一辈的高手 凋零殆尽 华山派元气大伤 否则的话 也绝不能让田兄 单枪抵马的 闯上山来打 得我华山派 竟无招架之力 田兄之言 甚是山洞之中 的确并无必派高手田伯光 既然认定他是在欺骗子 即 他说东当然是西 他说华山派并无前辈高手留存 那一定是有思索半赏 猛然间想起一事 一拍大腿 叫道 我想起来了 原来是封青阳 封老前辈 令狐冲 邓时想起石壁上所刻的 那封青阳三个大字 忍不住一生经一 这一次到非作假 心向这位封前辈 难道此时还没死 不管怎样联盟摇手刀 田兄不 可乱说 封 封 他想封青阳的名字中 有个青子呢 是比师父不自卑 高了一辈的人物 接着道 封太 师叔归隐多年 早已不知去向 也不知他老人家是否 尚在人世 怎么会到华山来 田兄不信 最好自己到洞中去看 看得便真相大白了 田伯光 跃见他力摇 自己进洞月 是不肯上这个道 心想 他如此惊慌 果然无所料不错 听说华山派前辈 当年在一席之间 尽数暴毙只有风 青阳一人 其实不在山上 逃过了这场劫难 原来尚在 人是但说 甚么也该有七八十岁了 武功在高中究竟 力摔 一个脏老头子 我怕他个屁 说道 令狐兄咱们已 斗了一日一晚 再斗下去 你终究是斗我不过的 虽有 你风太师叔 不断指点 终归无用 你还是乖乖的 随我下山去罢 令狐冲 正要答话胡听 得身后有人冷冷的道 倘若我当真指点几张 难道还收拾不下你这小子 我还能够